就退桌半步了,打算和你鬥慢一點的速度 但他也是站不住的 反而有時他那板的習慣性直線的變線都有威脅 張繼科都注重用平常心打 有時你不用一兩板打死他 他主動的時候你就由他,你防他兩板 差點沒說,他的水準打不到你 這句話有時都可以說 安慰一下他 你在張繼科的概念中 如果冠軍爭奪戰對著馬龍那些高手 很集中精神,很緊張 他說你對高齡不用,有時你倒桌也可以 這個就是很直率 他問我,我將意譯出來 其實也是這樣意思的 和運動員做工作其實是一個很高的學問 對呀,你不用打得這麼尖的這球 他轉上去倒桌也可以 因為你說一句話,運動員聽進去 他一定是有壓力,放鬆了 這個就是看你的技巧 他要打到這個技巧 高齡也好像打得朔延無味 打極也打不動,張繼科 對呀,他現在很難受 他想著反衝 但直線的板長了一點 現在他贏的,不是說自己主動進攻 怎樣打倒了張繼科 而是張繼科自己會失誤的 對呀,真的 他會退桌了 但是你不就這樣倒桌就可以了 就是他沒什麼殺傷力 要側身,他什麼時候都不夠你快 所以劉國良看到了 他兩板反手之後 他可能會純粹變成一板正手 這板直線就是他真的有習慣性的 教練所以很多時候分析都很到肉 身經百戰 對呀 自己打球的時候又是世界頂尖 做了教練 這方面就更加有幫助 肯定是 我們中國乒乓球的傳統 有沒有試過不是世界冠軍 不是奧運冠軍 他們帶出了奧運冠軍 世界冠軍 你說最早的一批就不要說 我正在想最早的一批 最早的一批就不要說 但是帶出來都是把這種優良傳統 就是傳承下去的 其實都有 也有的 女隊特別是明顯的 那個世界冠軍 不是說每個教練都是世界冠軍的 但是教女隊又可以 藍隊都有 都有 現在馬林的世界冠軍 那個教練都不是世界冠軍 是 6 4 1 但是起碼在桶碎式的位置 你也要有差不多的 所以以前我們也談過這個話題 我非常贊成就是 奧運冠軍 世界冠軍 做教練 身經百戰後 將他的優良傳統 對 成功的傳授給 陶大英 這是很正常的事 現在都基本看見是這樣的 這是一個好的趨勢 不過足球那裡我們不是 足球要 不過我們沒有世界冠軍 越是找外行就越好 5 7 GO 他沒有那麼條條框框 打破束縛 7比5 好厲害 哇 差點維持著 一局一分 這個趨勢 現在還沒完 還會發失 是呀 哎呀 變直線變了 吊著 6分前 7分前 都是比較膠軟的 是約了 約了 鬥到6、7分 這次是一個矯蟹的 那就先看看 高齡這次是否能咬 急球打算和你 捏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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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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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也是全部的大家送上了 不出意料,我們中國的選手 囊括了男女子丹打的冠軍 接下來的現場方面 我想也會進行頒獎的情況等等 比賽這場比賽,老實說 不夠丁玲對劉斯文的一場 這麼吸引人、這麼精彩 差很遠 因為有一個實力上的差距 不是只差一級、半級這麼簡單 眾官在今次的賽事中 我們看到一些 我們中國比方球男女子方面 一些叫做 別說新生代 現在叫做中生代這一批球員 都基本上能夠承接他們前輩 在…